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我影子的遊戲空間 在玩的是克魯賽德戰技 跟大家更新一下這禮拜的狀況 前幾天呢 抽到那個 槍組的專武 屬性是攻擊跟 功能 所以是AF AF還不錯啦 但是AA是最好的 我一直抽不到 有AF就已經還不錯了 所以 把他升到六星 那六星 然後PK PPC其實還蠻好用的 我現在PPC隊伍呢 是我的 錘組 有專武 六星專武 然後槍組 六星專武 接下來我可能會升補組的六星專武 補組六星專武的話可以把他的 補血範圍增大很多 然後 補血大概比較多 還有什麼功能忘記 我看一下 主的 專武 什麼 recover 多補10%的血 然後只要debuff 就是 別人debuff我們之後會 擋兩次的傷害 所以還不錯 OK 然後就PPC給大家看一下 新槍組的武器囉 好兇喔 兇喔 兩隻槍組對射 他攻擊真的還蠻高的 槍組的攻擊蠻高的 我在想是不是應該把我垂直改成 羅蘭或是比較強 按摩 �덤 人 太好了 有垂組的格子 音旋 飛龍在天 直接秒掉 槍組的專武呢 我屬性是給他洗 穿 然後加暴擊機率 霧穿好像洗到300多吧 沒有洗到大成功 不過300多也不錯 我已經花了 二十幾萬去洗這把武器 一直洗不到好主持 那我之前有在考慮 因為他本身槍組的專武就有附帶 霧穿 兩百 兩百霧穿 結果那時候有在考慮說要不要洗成加傷害的就好 因為他本身就有霧穿 可是兩百感覺又有點低 所以後來還是決定練習武穿好了 太少不夠用 什麼東西太少 阿嘍 歡迎回來 倒飲料 好好 你喝什麼 台灣飲料也很好喝 這邊都沒有 好懷念台灣的阿薩姆奶茶 麥香奶茶 超愛喝奶茶的 現在阿拉這邊只有可樂啦 汽水啦 然後一些運動飲料之類的 對啊 你們會慢我十秒 所以我已經忘記剛剛講過什麼話了 對啊 兩百有點少 不夠用 所以我後來還是洗了五穿 欸 有提示說我的麵包好了 我去領一下麵包 運動飲料好喝 當你的 當便利商店只有運動飲料跟汽水的時候 就不知道要喝什麼 不知道嗎 運動飲料也不能常喝欸 除非真的有在運動 或者是你感冒發燒的時候可以喝 但是平常盡量不要喝運動飲料 沒事的話啦 對身體不好 他說我麵包好了 我領一下麵包 阿 呃 你要錢的話 現在有這個阿 金幣地牢阿 加拿大這邊有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金幣地牢打最後一關阿 呃 十個鑰匙可以打八千 七千五到一萬八千多 一萬八千多金幣 那打多少就是快運氣了 太多好像哪個器官會壞掉 哪個器官 說清楚 呵呵呵 該不會是那個器官吧 我錢真的不夠用的時候 我都會 花鑽石直接買 花四十鑽 直接換成二十六萬吧好像 你們不要學我 因為我真的有在 沒有在花鑽石 現在有活動阿 現在活動 每 這一週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地牢 你沒有嗎 這時候好聽 來打世界王好了 有沒有人要打世界王 他是地區問題阿 地區問題 所以你換語言沒有用 沒有用 只要你那個地區沒有就是沒有 誰要打世界王 來打世界王吧 三七五六 安卓的三七五六 現在 因為有新槍武的武器 所以來試一下他的 他的武器看槍武槍 沒有 換 男丁換成這隻嗎 換成魔鬼 因為他比較彈 我耳機 耳機帶久了 耳朵有點痛 今天晚了幾個小時 兩個半小時 明天 十點上班 早上 所以不用很早起還好 明天要從十點上到十點 十二個小時 一泡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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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尼文還快 你尼文慢 啊 我的鬼想掛掉了 怎麼回事 怎麼會掛掉咧 太不科學了 快阿 他 我好像跟你斷開連線了 因為我 看你的角色都沒有在剪血 不過這樣也能贏耶 真的是有點誇張 這樣也可以贏 我的櫃箱怎麼會掛掉呢 我六星帳喔 不錯不錯 等一下有贏就好有贏就好 不過櫃箱掛掉欸 櫃箱掛掉還能贏 真的是還蠻少見 夠彈 槍組都蠻彈的 哇 好險 他還沒要撞死 好險 其實這樣打也算蠻快的 不比尼文差 賣一點點吧 比較穩的感覺 看 四星或五星打哪關聖比較快 要看你能帶的角色多強阿 像我 我的話 經驗最多升最快 當然是打那個 血緣困難最後一關 那一關只要打三關 你的角色就可以從一級升到五十級 那如果你 沒有辦法打 沒有辦法打那一關的話 你就只能打火三關卡困難最後一關 沒有我沒有跟你斷開 你有拿到武器捏 欸有人進來了 的黑子 的黑子 歡迎 對啊那個 阿肯 阿肯有專武的話也是很強 我給你斷開連線的頓班 愛無非看誰成績 和你的藝術影 喔是KLC喔 忘了跟你斷開 勒 確定有沒有跟你斷開 應該跟你斷開 因為我的 我的貴箱盾不到你 跟你斷開 你那邊已經輸了嗎 還是我的角色還在 如果我的角色還在 就應該打得贏 那如果你那邊看到我角色都死光了 就是 就是輸吧 那貴箱的盾有點問題 我畢竟開盾了 可是還一直受傷 那我這邊也怪怪的 我剛剛盾 盾明明有上盾 可是還是一直減血 應該是bug 挖掉 KLC要慘了 跟我打D盤 就輸掉 直接斷開 輸掉 難道說貴箱的盾 斷開的話 就會開始沒效果 剛剛就覺得怪怪的 B8的蛇 B8的蛇我是用 B8沒有蛇吧 B8有蛇嗎 應該是B9吧 B8嗎 我並不記得 B8我是用那個 瑪波補 跟阿可 B8 有開5B吧 所以 我等一下把我的女神 蓋成玄女神了 B8 還是狂撿血阿 我的貴箱為什麼盾傷不了 太奇怪了 那我貴箱不是白帶嗎 B9 你用 你用平民隊 貴箱貓補 阿可 貴箱貓補 索爾就可以過了 這個打完來打要塞吧 隨便打你怎麼強 B9 B10隨便打 太猛 不要貪心 夠了 緊實 我的呼吸 身上水 卷出 眼眸 對阿我貴箱的盾上不了 好像跟KLC 盾的時候貴箱的盾可以無效耶 奇怪耶 B9 這個專武真的很變態耶 他這個子彈每一顆子彈好像打得快要1000滴喔 欸我誰是隊長喔 槍組隊長 好 武功700多滴 暴擊1000多 1077耶 打這隻龍的蛇 攻擊還不錯 用 給我一心麵包 太缺德 B9 救星建築被貓補盡 神 B9 那是什麼 講太大串了 人家聽不懂 HiHi Cappuccino X 歡迎回來 送你飛彈 對阿清空 清空MAX 才能擋傷害 沒有MAX的話擋不了傷害 手機APP可以調 我是沒有看 沒有用手機看過直播耶 我都是自己在直播給別人看 所以我也沒用過 不過電腦版的好像是 我找不到地方調 我找不到地方調 星劍品克超坦的 練我夠坦的 那五星的時候 五星一級喔 我在練他的時候 帶他打血緣的最後一關 困難 然後居然沒有死 五星喔 而且是一級而已 他居然沒死 從頭閃到尾 這個是 線上遊戲阿 可是 就是手機遊戲啦 跟其他人互動的時間 就是打世界王 或者是PVP吧 那其他平常時間 就沒有什麼活動 這個遊戲叫做克魯賽德戰記 這個遊戲叫做克魯賽德戰記 他閃避應該會加疊 但是 加疊的話可能 不是加上去 應該是層 層 我大概確定了 我沒有九尾裝 B史我沒有試過別的隊伍可以 我都是用那個 九尾 達拉跟 瑞秋 十巨人可以暈 不過十巨人沒有什麼威脅啦 所以 所以也還好 除尋針魯跟阿肯 先洗阿肯吧 我覺得啦 呵呵 有人說說了 可是我覺得 因為說你阿肯是隊長先騎阿肯 看你自己喔 兩個專武都算蠻不錯的 阿肯那一滴喔 那不用升了吧 阿肯有滴 就沒 攻擊少很多 這個龍真的超帥的 怎麼看都不膩 黑龍在天 當然攻擊力沒有很高 不過超帥的 其實樹枝看 咬掉 垂組的專武還不錯 他那個龍上去跟下來都會打人 然後 會讓敵人多暈眩一秒鐘 就因為他龍下來的時間 不一秒鐘 對 還不錯 傷害沒有 沒有理想的高啦 1 2 3 4 5 6 6關 3千還沒很高 你說攻 攻擊嗎還是什麼 剛剛又忘記我講什麼 沒很高是說 垂組的專武傷害嗎 如果是傷害的話 三千算很低阿 阿 死掉一隻 還好 到BOSS就還好 兩隻應該夠打BOSS 綁住 通常角色有專武的話 其實傷害三千真的是很低阿 你看瑞秋 冰法 槍組 他們的專武其實 只要觸發一次他的功能 至少都上萬了 好奇怪喔 SPG有洗到MAX嗎 好像沒有欸 看一下 我忘記了 我的好像是兩隻貓補才MAX 對啊 兩隻貓補MAX 其他都是 其他都沒有洗到MAX 再來 再來 一起關 幫他帶誰我忘記了 槍組嗎 不要不要槍組 不要不要槍組 在阿坑好了 試試看 今天來玩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在阿嬤 阿嬤好久沒出動 等一下我打算第八關帶馬伯 組跟槍組試試看 我還沒用槍組打過 要塞第八層 等一下試一下 飛好高喔 飛好高喔 阿嬤的魔力風暴 感覺傷害已經 對現在來講算有點低了 有很多角色專武之後 感覺阿嬤的魔力風暴 捲一下居然還沒打死人 真的是有點懸 N9可以觸發索爾 對啊 可以啊 N9的被動 九妹的被動 是 算是三消 所以他可以觸發索爾 OK來測試我們新的實驗 換一個對好了 不要帶馬伯 這樣子你們覺得可以嗎 算給誰 算給大家 算給槍組 這樣好嗎 哈哈 還是要帶馬伯勒 要帶劍組 在建築 好就這樣 試一下 新隊伍 帶沙漠還是 帶 貝拉 帶貝拉 那是GO 輸掉就算了 什麼時候生的喔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生完 現在實驗新的 不要再打好痛喔 現在實驗這個隊伍不會鼓 感覺有點困難 死掉一隻 Shit やめて了 やめて 怕我槍組也死掉了 輸掉了 果然這一關還是不能這樣帶 對 對啊 但是建築的三消 他的閃避幾率比較高 如果你單消的話 他閃避幾率是25%而已喔 那他三消的話是75% 所以三消的話他會比較坦 然後反擊次數會比較多 我還是輸掉了 呃 還是得帶 帶以前的隊好了 馬伯那一隊吧 然後把捕組換成貓捕 我兩隻貓捕一直備用 帶他就好 阿肯阿肯阿肯 阿肯在哪裡 到通了齁 剛剛欺負我 你就死吧 3 槍組專武是比蛇術強 蛇術專武訓爆了 蛇術專武建議大家升 除非你真的有愛耶 蛇術帶專武的時候 他那個專武出現技能 反而會讓他脫隊啦 會讓他延後 所以他如果是隊友的話還可以 但如果蛇術當隊長的話 他的專武就不好用 好來第九關 結果關比較親身 電視卡 大家說這個石頭人可以暈 說好像暈不到欸 你看他小兵剛剛被暈了 可是石頭人沒有被暈到啊 因為我貴箱的魔力回收是有MAX的 剛剛沒暈到他欸 我也不太確定 所以今天馬上開始痛了 上次去物理治療之後呢 大概三天沒有痛 就是一工作又慢慢又開始越來越痛 所以我又跟他約了禮拜一再去看一次 唉 不知道為什麼肩膀會這樣 希望能根治啦 不然還是會一直復發的話感覺就 一直在浪費錢 我還看 呃 我不知道算不算貴欸 我去物理治療半小時 六十塊加幣 六十塊加幣 六十二 八十 大概一千六百塊台幣吧 半小時 一千六百塊台幣 應該算貴齁 以台灣來講應該算貴 幾十塊對 三十塊足十塊 最怕第一波的貴箱 第一波貴箱死掉就沒什麼問題 消太快那個 九尾的方塊都還沒黏在一起 就被我消掉了 大家看那個瑞秋跟達拉配合的時候 瑞秋的 SP 集了有多快 他簡直就是 你就看到那個分身的那個鑽筷一直出來 關節與血 有可能 所以我就關節在痛 水只要舉超過 只要舉超過這角度 會痛 打得差不多 有一張票 一張票用了 這打完應該就結束今天的 等一下想要剪接一下影片 剪影片然後上傳youtube 我主要是進我的youtube 我是先開始有youtube 然後後來才開始直播 我直播twitch的帳號比較晚開 youtube做了 從今年的二月份 二月底開始做 開始放youtube影片 直播是一個月前好像才開始吧 一兩個月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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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又上班的時候又要搬種的東西 因為我是在屋頂煮菜的 我們那個餐廳有樓下跟屋頂 他屋頂露天的 然後我是唯一在屋頂上面煮菜 那我常常就是每次上班的時候就要去 就要把東西搬到樓上 拿一大堆種的東西 適合嗎 可是純粹覺得他的飛龍在天很帥而已 不然配這個 不過我那樣搭還沒有遇到對手 感覺還是蠻強的 不然要配誰 我還配誰 配 可是紋身 我不太喜歡紋身 因為紋身的專武被動觸發有點慢 豬手有啊 可是 因為我每天要來回走好幾趟 我通常都會叫他們一天幫我搬一次而已 然後我就不好意思一直叫 我哪是 我不是大廚 那是台灣的 在這邊不是大廚啊 海盜 我沒有海盜欸 久妹好像不錯 我喜歡你的idea 久妹好了 身太慢了 沒了 欸 這把就脫了 你要來幫我很累喔 我工作不輕鬆喔 每天要上十幾個小時 加油 錢是賺了不少 好 喔 no 居然有垂主 看我討厭雪女 不要帶死撐好不好 光補血超賤 開店喔 要啊 可是因為現在剛搬家 所以 錢這邊的店面還沒找到 我覺得我打不只他欸 喔 賤的主 什麼爛主 幹 把他逼到角落是不是 幹 喔 下 他的符咒又下來了 很討厭 還剛想說他的符咒沒有打到我 然後不要再擊飛我了 Fuck you 打好久喔 Fuck 浪費我時間 就死吧 我寶貴的時間 死 蛤 這樣不好欸 我不要救妹 帶兵法好了 果然PVP還是 還是要有暈眩敵人的技能 沒有暈眩敵人就一直不嫌 討厭 超討厭的 打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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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試吧 沒有票了 那今天就先錄到這邊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 死心 還好 好 那在這邊結束囉 跟各位說 掰掰 晚安 下次再見 掰掰